各位,我们的心是生命和灵命里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上帝在圣经里总是叫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专心仰望神 因祂看重的也是我们的心 因一个倾向主的心才能享受喜乐、甘甜的 其实,心是超越知识的 心来是讲到怎样从知识延伸到感觉 因心是连接于我们的情感的 使我们不但知道一件事 也能享受那件事 对那件事产生喜乐之心 各位,我们的上帝不但要我们在理性上认识祂 更是要我们因认识了祂而心欢喜、灵快乐 增言书第22章说 你要留心听智慧人的言语 专心领受我的知识 如果你心里谨守 嘴唇上常常送念这一切 自会觉得甘美 我今日特别指教你 我要使你倚靠耶和华 这经文一直强调心要对 要留心、专心、心里谨守 那人要怎样能倚靠主、心胆、甘美呢? 除非人先留心听神 并专心思念神 当你这样把你的心倾向主时 自然就会觉得甘美 也能以神为乐了 奇怪的是 当我们的心不能因神欢喜时 我们的信仰就自然而然的 就走到枯干、麻木的状态了 所以若我们要持守并加深 我们对神的喜乐和爱 那我们便要操练 使我们的心常能趋向神 那我们要怎样将我们的心倾向主呢? 约书亚记第24章23节 约书亚说 现在你们要除掉在你们中间外族人的神 一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这里讲到 如果我们要一心归主 必要先除掉一些东西 经文说到要除掉偶像 其实什么是软弱的心呢? 原来所有堕落的人的心都是软弱的 意思就是 人的心通常不会倾向圣洁的神 乃是会跟随自己带有罪性的心意 当我们跟随除神以外之事 就是正在抓住一些偶像了 当我们倾向罪 而非倾向神时 罪就成了我们与神之间的障碍了 而诗篇第66篇18节也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心里偏向罪孽 主必不听 这里讲的不是看得见的罪 乃是一个偏向罪的心 各位 我们要知道 罪不是突然就表露出来的 一个人在还没犯看得见的罪之前 是已经在他的心怀意念里远离神了 如果我们的心一直背着神 那就算我们没有实际的犯一些看得见的罪 但如果我们不除掉那偏向罪孽的心 这必定会影响我们祷告的确据 祷告的喜乐 更是会影响我们的祷告实际能否得到神的应允 所以我们要除去偏向罪孽之心 另外 我们还可以怎样把心倾向神呢 《猎王记》上第八章告诉我们 愿他也就是神 使我们的心归向他 遵行他的一切道 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 律例和典章 这经文说道 是神才能亲自使人心归向他的 所以我们必要得神的帮助 才能将心倾向神的 但是神帮助我们 不代表我们就不用努力了 相反的 神的帮助反而更应该叫我们努力 因知道有神帮助我们 我们的努力就会有功效了 所以我们也要操练我们的心来倾向主 那怎么操练呢 就是要慢下来 因我们太急或忙时 我们的心便容易的被其他的事物努掠去了 然后在凡乱的思想中和一天忙碌的行程里 我们慢下来后要集中寻找主的感动 把叫我们的心偏离神之事 淹没下去 那要用什么来盖过那时常引诱我们的心之事呢 就是要时常默想 细读神的话 把神的话放在心上 就像我们的心时常因人的话而开心或难过 神的话也有能力牵动我们的心来体会到神的爱 想要亲近他 倚靠他 并遵行他 因此多思想细读神的话 便能不知不觉地叫我们的心趋向神了 最后一个倾向神的心是必定带有行为的证据的 刚才读的《猎王记》上第八章五十八节讲到 当人的心归向主时 必会遵行他的道 谷格书一章也说 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各位 心怀恶意的意思不只是代表一个人不认同神的话 怀疑神的话 心怀恶意乃是讲述一个人即使信了神的话 但却仍喜爱以违背神的话的方式而生活 所以各位 虽然心是讲里面的事 看不见的事 讲情感的那一方面 但我们的心是和我们所行的 连在一起的 因此 一个心是倾向神的人 是会有一些行为上的证据的 虽然我们在世上的行为 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地步 但从我们的行为 我们多少也能看出 我们的心是有多倾向神的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在神面前正直 我们不能同时又倾向神 又倾向世界 因此 盼望我们今天都见察我们的心 把一切使我们不能将心 倾向神的事物除掉 然后靠主享受 心贴近祂的喜乐